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要在自己的幸福里 以为那就是自由 我在想应该也没有人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现在才拍影片吧 因为我就现在才出新书 所以我就现在才拍影片 其实我原本这支影片已经做很久了 但我就是一直不想拍 所以最近就刚好 前阵子因为搬家的缘故 我要去银行办户头 不是是我印刷费不够 所以必须办清廉贷款 银行人问了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请问你是做什么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回答不出来 作家这两个字 为什么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还是没有办法 有回答出一个很正常的答案 前阵子又在银行柜台前面 卡着说不出来的话的时候 我脑袋就有个声音 他在问我说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作家吗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吗 我真的觉得自己在写文学作品 或者是我自己真的有觉得 我自己在写诗吗 就算我当时还是回答了作家的身份 因为我必须要回答作家的身份 但就是在办完事情之后 我回家的途中还是没有觉得说有 对这个名词有很明确的归属感 究竟为什么我对作家这个身份 即使我已经制作了书籍 制作了大概八年九年左右 我还是没有任何的归属感 这支影片其实是我想要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做的 好了没有我只是想要买新的麦克风 就是我想要买这支麦克风已经三年多了 但前阵子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下单了 那我跟我自己下了一个契约说 如果我买了这支麦克风 我就一定要再拍一支影片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 这一集应该会很长很长 然后有可能会得罪不少人 但我真的真的很喜欢这支麦克风 那如果你好奇一个银行员短短的问题 为什么会掀起我巨大的存在危机 那你是不是很想要我和你分享 我这几年创作经验对我造成的精神损伤 那现在你就是一个虐待狂 如果你是变态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起变态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我再次的情欧里 以为那就是自由 你也有这种冲动吧 当你看到两个创作者 似乎有争端 那你看到文坛 又有人在吵架 当文学的讲作品 选了一个你很喜欢的话 就说那突破叙事框架 打破语言技术的限制 让现代师重回高端的艺术位置 讨厌的话你就说那分行散文 写这样也可以得奖 好歹压个孕之类的 当你那个会创作的好朋友的作品 被骂说啊怎么会这么没有艺术价值 比如说你没有那种冲动 想要在贴文底下回说 哎呀文人相亲啦 文人相亲这个词呢 是从草批的典论论文来的 那这句话原本的成句是 文人相亲自古皆然 我们现在的使用方式 已经基本上接近好好笑这个用法 我们看到创作者又因为作品意见 所以不合而争执的时候 就丢一句文人相亲 好像这样就结束了他们的争执 他们的争执都只是因为他们是文人而已 为什么 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们是文人 所以他们就会相亲 就像罗安巴特的作者一世 明明这句话就是作者死了 读者就诞生了 但大家显然都忘记 读者会诞生这件事情 都只记得作者死掉 所以每一次有老师讨论文学作品 不管怎么样窗帘作者 或者是一些毫无罗奇 没有道理的批评的时候 都还是可以说作者已死 读者比较大 文人相亲这个词 原本就是要让创作者自我警惕 反省自己 避免落入文人相亲的苛咎 但是现在很明显 变成反正你是创作者 你不喜欢其他创作者 就是文人相亲 当我们太习惯使用文人相亲这个词 说得很像 这是一个很正常 不需要注意的现象 我们很容易就消除 每一个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差异 而把这些差异都变成只是同一个圈子 看彼此不爽 我们很容易忽略彼此意见的差异中 究竟有没有道理 我们很容易习惯 反正创作者就是会习惯看彼此不爽 而忽略为什么我们 其实会看彼此不爽这件事情 如果这些东西都只是用一句 大家审美观念不同 好像又好像根本就没有回答到任何问题 当我们只是在选边站 谁是好的文学 谁是好的诗 谁是好的文学家 谁写的文字比较好 谁在认真写严肃的作品 谁在写一个很轻浮的同仁小说 我们很容易丧失阅读跟创作的乐趣 为什么我说不出自己就是创作者 一开始我也是想说我能相近 反正大家都对彼此的作品不爽 而整个环境都在想办法证明说 谁的文学艺术价值比较好 这种环境下要我说出我是作者 就像是我要说我爱你 对一个我根本就已经不爱的人 当然是说得出来 说谎其实没有那么难 我超爱你我超喜欢你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人 你是被爱的你是自由的 说谎真的没有很难 但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 是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创作者吗 但我做了这么多书 是我不喜欢台湾文学创作的环境吗 可是我不用很喜欢台湾 我也是台湾人吧 我确实不太认同大多数创作者创作的意图 或者是他们的作品 但文人相亲最初是用来警告说要文人自己注意 需要警惕 而不是说自己有了才能 别人就都比不上自己 我也一直都知道我自己想要做的创作是我自己的创作 我有我自己创作的理由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有我的艺术 为什么我还是不想要被当成文人 为什么我还是这么讨厌文人相亲这个词 讨厌到我要做一个很长很长的影片 来跟大家抱怨我有多讨厌这个词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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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骂一骂整个文坛 好像是要开启什么 不知道第几波文坛论战 但我没有要讲这些 大一学生读完文学概论 就可以轻易讲完的事情 而且这种事情就是 非常的非常无聊 我在这边归类了一些 就是我短暂创作生涯 虽然说要说短的话 我其实从小六 就开始写同文小说到现在 也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我比较常经验到了 三种批评方式 那这三种批评方式 一定也常常出现在 在你们平常检视他人作品 甚至检视自己作品的想法里面 自己想想每次发推文 你说你想要喜欢某个作者的时候 你有没有顺便说一下 其他甲乙丙丁作者有多早 先提示一下 我这一段到底想要讲什么 我想要透过这些批评方式的 检视来跟大家讲说 我们应该要停止滥用文学批评 当做你看不起其他作者的借口 第一点 以甲别乙 为什么你没有考的跟隔壁小名一样好 为什么小名可以当第一名 你只能当第二名 这种对话我在想大家多少应该都听过 通常我们都因为成绩学业 或其他事物被骂的时候 都不会只有我们自己被骂 通常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对象在那边 为什么你不像那些人一样好 为什么人家做得到你做不到 这种我称之为比较是批评的方式 就是以甲别乙 目的是为了要表示乙的失败 而这种批评方式并没有办法确切建立任何评判标准 因为这个标准就只是你没有比另外一个人好 这种比较没有针对你个人的状况做理解 它的重点就只是在你就是比别人差这件事情 而比较是批评使得原本可以多元共存的美学接受状况 僵化而越来越封闭 原本假是假 原本假是假 它们可以是不同的东西 但因为比较是批评的缘故 两者变成是一个在同一个类别的两个案例 举例来说流行师和实验师 像是你要怎么评断 徐沛芬的单选题和夏宇的降临会 或者是降临会 夏宇和夏宇的降临会 一个是采取考试出现的单选题的方式 来做诗意呈现 另一个是打破文字秩序 不同的东西要如何摆在一起 决定谁是比较好 当大家硬要把两个东西摆在一起 强调实验师的好处的时候 或者是强调流行师的好处的时候 就是在僵化封闭 原本应该开放多元的美学批判 接受状况 再来被拿来作为比较的两者 会像是分出了派别 制造了假和你不必要的书理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你可以完全不要相信我也没关系 我会用匿名的方式表达这件事情 我们就叫他明信片好了 那在我现代师创作的这八年间 我大概不断的被以各种方式提到说 比如说一样是当红的作家 明信片比潘波林好太多了的批评 搞到我非常不能理解 究竟我是欠了他们多少钱 才让他们每次提到我 都要讲一下明信片有多棒 然后这也导致我对明信片 即便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 某一种疏离别扭感 那和现实的状况没有关系 我们实际相处会变成怎样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些以假扁语的批判习性 制造了庞大对立的空间 即使我今天我仍然喜欢明信片的作品 我也难免因为其他根本就和明信片 无关的批判声浪 而对明信片的作品感到厌烦 我在想这才是最危险的 这让无关的个别的创作者 产生了无关创作的对立感 就这样讲好了 你们觉得当老师称赞一个同学的作品写超好 不像是你写的作业的时候 你对老师生气的同时 会不会也对那个被称赞的同学 产生某一种排斥感 但他也只是就是写了好的作品而已 那第二点是文学观念的差异 每个人应该都要对自己诗的理解 在2022年向阳主编的新世纪新世代诗选 选入的56名作者 编选方式是编委推荐 然后作者各自提供选诗 并提供自己的诗观 那我看完了52个作者的诗观 因为我不像是很多人会连书都没有看 就要发文骂说谁不配被选进来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的东西去说 就是这52个人最好就是放到八角龙去打完之后 然后打赢的那个人就可以说 他们的诗观 我们全台湾的创作者都应该要服从 当然这是开玩笑 我要说的是 这本试图选出新生代作者 来完成某种很奇异的 现代诗世代交替的状况 正好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选出来的52个人 所说出来的诗观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和标准 所以那请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从中得到一个 应该是我们要去做的方案 要用什么的标准去判断 怎样的作品才是好的诗 才是好的文学 那这些东西都是 我认为诗选会有的问题 像是大家可以去看看他诗集的 曹玉博 他在诗选的诗观中说 我追寻的诗歌是瞬间以及持续 是凝炼与节制 我想要让读者在凝炼与节制 感受到更大的自由 但你们知道有什么东西也是 是持续凝炼节制吗 比如说早晨的公鸡叫夏天的残鸣 那是诗吗 公鸡有在写诗吗 如果公鸡有在写诗的话 拜托告诉我 因为一定超可爱 徐佩芬说他的诗观是以最简单直白的语言 创造最大的诗意 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也是简单直白 然后同时有多重意义吗 表情符号 难道 是诗了吗 但这些都是刻意挑骨头和硬要诠释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上面提到的作者的作品 我都很欣赏 我也对别人怎样思考文学 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只是想示范说 如果我愿意的话 任何人愿意的话 你都可以从任何作者身上挑出骨头来 你可以不满他们的任何说法 只要你稍微努力一点点就可以 那做这类的批评非常容易 拆解每一个人的说法都很简单 大家对话语都有很多破绽 所以我想看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一定也应对我上面说的很多东西都有反对意见 但难道创作难道评论 是因为要嘲笑别人吗 第三点大概是大家现在最爱讲 就是分行散文不是诗 你有看过台北女子图鉴吗 在这部影集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台北的叙述 像是台北女生走路走得多 台北的女生看起来好不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的样子 在这里有充满各种可能 我看你这个庄你应该不是台北人吧 台北有临时的工作一大堆 台北人好奇怪 一条路有这么多巷子 真正的台北人是不会多管别人家的事 台南人喜欢吃甜的 到了台北就会成为台北人 台北的东西就是比较虚滑 在台北过生活省钱是个大学问 这些形容台北和台北人该有的样子 像是台北女生走得多 所以走得不多的就不是女生吗 台北的女生真的拥有各种可能性 所以看起来不一样吗 有分台北的妆容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妆容吗 台北的临时工作有这么多吗 台北是什么 真的是他短短三集内不断重复的东西吗 要用多少台北的特征才能成为一个台北人 常常会看到一种说法 像是这首诗不过是分行散文 用的说词大概会是这首诗没有任何语言的实验 没有语言的艺术异象营造 只不过是分行就是诗 我一直很喜欢一种动物叫鸭嘴兽 就是长得像海狸 然后嘴巴很像鸭子 然后其实你看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海狸反过来 是温血动物 它有乳腺有毛发 然后可能也会下蛋 跟爬虫类鸟类一样有卸直枪 排泄的地方跟生殖的地方 都是同一个地方这样 那这最后还是被归类在哺乳类底下 但它拥有爬虫类鸟类的特征 下蛋也不是哺乳类的行为 你知道为什么最后 还是被归类在哺乳类底下吗 因为大家决定是这样 有什么必然是构成诗的特征 比较常被提及的像是 形式陌生化 奇异 意象 语言的凝练 语言实验等 但这些就是诗最重要的特征了吗 现在诗最重要的是语言的陌生化吗 但语言陌生化是语言的特征 它是诗的特征吗 它也可以发生在小说中 甚至可以发生在新闻广告中 那些东西都是诗了吗 语言的实验 语言的辩造技巧 语言的精炼意义多重 也不是只是单纯发生在 现代诗身上的东西 很有可能写错的新闻标题 都比我们写了三个月的诗 还要更有语言的辩造 意象的跳跃 意象 哪里没有意象 任何东西都有意象 你写给前女友的分手性 那个分手性本身也是意象 所以会是意图吗 我们有意图要让作品成为诗碎 才是诗吗 那清晨公鸡的叫声 写错的新闻标题 词汇怪异的文章 难道那些都不是诗吗 因为他们没有作为诗的意图吗 我想要当一个很成功 在乎每个人的人类 但我就是很成功 在乎每个人的人类了吗 如果我们真的 就只是我们自己的意图的话 用文体的某些可能性的表现来说 那些东西是什么的话 就有点像是可能说 阴柔的是女生 阳刚的是男生 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这样 像是男生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它不是用很明显的区别 来区分男生或女生 它是用比如说 女生是粉红色 男生是蓝色 那诗本体论的这种问题 还是必须要回到 究竟要拥有多少特征 才能被认定是一首诗 那减少多少特征 要增加多少特征 才会让一首诗 不再是一首诗 生物学原本有一个词汇 后来被哲学界拿过来用 那叫做 稳态性质冲击 请让我可能会讲错 反正讲错了 大家可以留意纠正我 但大致上就我个人的理解 稳态性质冲击指的是一个种类多数成员都会拥有的某些特征 而拥有这些特征的对象也在内部机制或者限制时这些特征是有相关性的 这是用来定义种类 不是定义本质 因为不是所有构成这个生物的性质都是必要的 如果要比喻的话 其实大概应该 我想一下 比如说 女性的不孕患者 不会因为不孕就失去女性的身份 因为能够生育并不是女性的本质 而只是大多数女性都拥有这个性质而已 女性是由各种不同的性质组成的 那现代诗是什么 如果要看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的定义的话 现代诗是中国近代新兴的尸体 如果要看额外的定义 则是尸体名 中国近代流行的一种尸体 流行于五四运动后 其特色处以白化为主外 也不遵守评测邪运的格律 也不完全同于古诗做诗的体力 颇为自由 活泼 也称为现代诗 新诗 如果要看刚刚提到的那个52个 被选进诗选的诗人的说法 我们可能会得到超过52种说法 如果你想问我 我可能每一天都可以跟你讲一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重点是在哪里 到底什么是诗 更严重的问题是 到底什么是好诗 我想要强调的是 很多打着批评文学好坏的说词 有时候只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同好 批评暗示某种客观的态度 批评者好像只要客观 只是寻求一个更好的作品 什么是诗 什么是好的诗 好的标准是什么 好的标准是谁的标准 你怎么决定这个作品是好的诗 因为假作品拥有ABCDE 所以它是好的诗吗 那以作品只有B跟F 所以B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吗 就告诉我到底凭什么 鸭嘴兽同时拥有哺乳类 鸟类爬虫类的主要特征 但是它被认为是哺乳类 就是只给我看鸭嘴兽哪一个部位 倒数我它真的只能是哺乳类 可能会有某些人说 提到这边好像是 要提倡不要标准 其实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我们必须要 仔细的审视 对每一个作品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判断 那些东西是否对我们是有用的 能够让我在阅读的时候 得到乐趣和快感 批评没有办法帮我们阅读作品 我们自己才可以 网路转载的便利快速 改变了大家接受文学的方式吧 但我们中间还是必须要把作品看完 我们不能只是看了某几篇网路的文章 就说决定那个作品是怎样 决定那个作者是怎样 这样子也很无聊吧 你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是为了要无聊吗 我觉得有时候创作环境围绕在某种 不在此刻的气氛里面 很容易误以为那个时期的东西 才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适合的 回归传统 回归典范 回归男女分立 回归性别典范化 回归某一种同志样态 某一种非同志样态 我觉得这太无聊 太异性恋了 大家应该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而不是一直对别人去说 你不应该做什么 看久了很多文坛争执之后 就会想 就会想说 大家是不是很不想要活在现在 在斯维特兰娜·伯伊姆的 The Future of Nostalgia书中 提到两种类型的怀旧 其中一种是恢复性怀旧 重点在旧 在家 在过去 在这些传统 如此才要试图保护 保留 恢复这些传统 那有另外一种怀旧 叫反思性怀旧 重点在旧 在怀这个意图 是一种渴望 渴望回到某一种过去 但并非真的想要回到那个过去 是一种对记忆的保留 那 成立于恢复性怀旧的人 他们会用传统习俗这些说词 来呼吁 应该要回到某一种典范 我认为这都是缺乏时间感 缺乏心意识的呈现 有时候也会觉得这种状况 一直都跟同志 更精准的用词 其实是库尔的处境 还蛮接近的 非典型化的类别 本来就 光存在就已经是一种背叛 多数看待非意信念文本 或者是 非典型化文本的目光都是一种 去人性化 去艺术化 肤浅的理解 是一种拒绝你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分析方式 对实际文本 其实没有很深入的明白 因为重点也不在你到底是写什么 重点是在你不是我们要的那种东西 比较年轻的时候会想说 为什么一直批判我的诗 都是在批判我原本已经没有 也不愿意做的部分 像是某一些异象 感受 篇章结构的特殊做法 语言变化 或者是某一种很崇高的思想等等 就原本就不在我想要做的 现代诗的内容里面 为什么总是被 拿那些东西来批判 说我的作品很糟糕 后来才意识到说 可能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在注意 没有在观看这些东西 只是胡乱拼凑一个粗浅的说词 来讨论一些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完的东西 之所以不认真去检视 我当然不知道原因 我也其实也不是很在乎 我自己逻辑理解的方式 这种不去阅读 阅读后也仅用个人的 很独断的审美 来判断他人作品的方式 多半是一种对文学的恢复式 怀旧 我的意思是 这些批评 多半是想要恢复某种传统 想要在新时代建立 某种跟传统的连结 重构以前的某种仪式 强调神秘的东西 强调象征的东西 但你知道这些说法 有谁也这样用吗 就是大喊中华文化的国民党 大喊耶稣基督的护家盟 然后推翻Rovie Wade的大法官们 专精某种语言艺术形态 是某一种艺术形态 不专精那种形态 也是一种形态 重点不是在某一种形态底下 所有的作品应该都要长成那个样子 而是每一个作品应该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的表现 我可能更想要问的是 所以大家的好诗究竟是怎么样的好诗 你的好到底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们读文学应该不是为了要 让思想变得单调和无趣吧 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评论一个作品 难道你被骂分行散文 你就可以辩论到把自己的东西辩论成 不是分行散文吗 我是真的不是很在乎 大家用分行散文说什么东西 就是大家能怎样把我骂到哭吗 还是你想要敲我脖子 我是还蛮喜欢 但不管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我希望大家对自己都很骄傲 对自己感觉良好 不然难道大家评论别人的作品糟糕 不是为了要让别人感觉很糟 自己感觉良好 感觉自己品味比较好吗 还是你真的只是在乎文学艺术作品 你真的在乎文学艺术吗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到在自己的幸福里 因为那就是自由 3.每个人都很饥渴 你可能觉得上面资料已经够多了 我也以为 在前面我已经先解释了 为什么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着眼 批判诗或者是批判任何文学 都有逻辑上的问题 但逻辑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情感冲动 我们还是在看到一些人出书 又轻易排行榜第一名的时候会不爽 又要忍不住嘴别人说都是在写非常散文 我认为有几个因素促成我们这么容易彼此抗拒 当然不是全部 只是我认为能够解释一个是一个 让我们能够从中 就是不要这么继续的彼此抗拒的开始 首先是面对资源稀缺性的问题 理所当然资源稀缺会导致彼此要争夺 那最后一点点资源 文学创作相关领域的资源稀缺问题 最多人注意到的应该是文学艺术补助 国议会常态性补助跟文化部青年创作奖励补助 以下是108年度到11年度 获得国议会常态性补助跟文化部青年补助的人数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国议会补助的收件人数 与获得补助的人数比例常态约为25%左右 青年创作补助相对低一些 108年和109年大约低于20% 文化部青年创作奖励从106年开始获得补助者到现在 大概只有40本左右出版 大众能够阅读的大概就只有这40本不到 可以获得补助的人数实际上并不多 而获得补助者结案完成后的出版比例 以文化部青年创作奖励来讲 大概不到20%左右 这代表这些年的总金额 若以106 107各300万加上至今的额度的话 大概有4000多万的金额提供了补助 但只有40本大众可以阅读的量 我认为许多拿到补助的创作者都很优秀 我也没有要批评出版作品或者是未出版作品 这集影片论文讲的重点不在这边 我想要提供一个检视政府补助政策问题的角度 补助必然是需要补助一些在市场上 比较不会获得优势但素质良好的创作者的作品 让创作者能够维系创作能量 但目前的补助形式让阅读大众并没有办法 透过政府的创作补助得到足够的作品阅读机会 这样的交互导向下 很自然会产生新的创作者没有投补助 没有申请到补助的创作者只能另寻他法新生不满 凭什么我要去打工每天赚那一点钱 但你可以在这边躺着享受创作者生活 那有得到补助的创作者 因为补助原先的目的就是在补助创作者创作跟生活所需 没有要求创作者要出版作品 提供作品给大众阅读 这就导致了收到国家纳税补助的创作者的创作作品 大多数大众就是我们这些纳税人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另外这还衍生了其他个补助的问题 补助的创作计划过程通常只能有几个评审检视 而这并没有办法参考阅读市场的需求 补助导致的结果很容易变成 补助出版的作品并非阅读市场所需 加上大多数得到补助的作品最终也没有出版 而阅读市场终究没有获得满足 而没有获得补助的创作者 既没有获得政府评审的认可 就像是受到文坛排挤 当然这个感受不是很不一定很精确 但没有拿到补助的时候 多少通常都可能会有一点这种感觉 若是希望继续投稿有一天能够得到补助 那就像是要取一条跟大众阅读市场背离的路线 无论是申请补助者或者是申请补助 获得补助者很容易出现以下的心境 申请补助者评审喜欢写完后无法出版 因为出版色难寻 补助计划内的书写方向并非市场所需 适处寻求协助 无论出版成功与否 对整个环境失望与愤怒 那申请补助失败者认为评审不喜欢应该修正自己 寻求申请补助成功者建议 写出评审可能会喜欢的创作计划 与申请补助成功者同样的脉络 最后终究会对市场失望和愤怒 而这些失望和愤怒最终总是需要导向一个地方 另外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文学创作补助本来重点就不再出版 而正也因为文学创作补助原本重点就不再需要出版成功 拥有市场影响力成为一个新世代创作者的养分 在这个前提下 有志于创作的新世代创作者 要不就是更努力想办法获得补助拿钱在这个环境生活 吸收申请补助的养分 但没有办法产生出市场所需的作品 那创作者和读者就会越来越分离 不然的话就是新一代创作者 因为先前获得补助后出版的作品太少了 没有足够的创作养分 能够参考内化成自己的创作动能 而与上一代的文学作品脱节 而这样的脱节最终也会导致所有人的愤怒与失望 我认为光是上面的数据 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只是随便讲讲 也没有很有证明说文学圈有严重资源稀缺的问题 容易导致彼此愤怒 目前可能比较全国性大家在乎的奖项之一 应该是玲珑三文学奖 根据他们的新闻资料 第16届玲珑三文学奖今年大概有快要1000多件作品 小说有324件 闪文有400件 小品文有578件 新诗有536件 总共得奖只有25个人 而第17届玲珑三文学奖 今年共有2175件参赛 然后小说有400多件 闪文有477件 小品文有664件 新诗有596件 总共得奖人数是24人 而这样的比例 我想再怎么样也可以解读为说 在乎这个资源的人有很多 而能够获得这个资源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那在这种一定会造成失望和愤怒的结果 最终这些情绪究竟应该要转往哪些地方 我们有时候可能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恨 才能让自己不要这么恨自己 另一个资源稀缺的显现则是在出版环境衰退的部分 那出版环境衰退的部分也是资源稀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我自己觉得啦 根据2021年台湾文化内容产业调查报告的资料整理 我国图书出版总营业额的市场端的图书营业额为新台币215.38亿 相较于2019年衰退了1.77% 出版端图书营业额为155.71亿 相较于2019年衰退了7.94% 我国图书出版2020年的总营业额全部加总 为新台币371.09亿 相较于2019年衰退了4.46% 出版和通路的营业额衰退直接影响的就是出版资源供给的问题 出版端能够出版的刊物越来越少 而能够获得这机会的人当然也就下降 我已经开始觉得我在说废话 但总之大家可以知道我要说什么 出版的人变少但想创作的人还是很多 光是我们一般在课堂上 大家都能理解对前几名的分数比较好的同学 家境比较好的同学 多少都会有一点点比较新了 我认为在文学创作环境 当资源如此稀少 能够获得资源的人又更少的情况下 当一个创作群体不断在这种环境 彼此被迫需要接触 不管是平常看到对方的书籍 或是在网络社群看到得奖者的贴文 或者是又看到了得奖者拿到多少补助金额 而你必须要跟我一样打工一两年 才能存到一点点钱 还没有办法拿来出书 每天累到躺在厨房地板上崩溃 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 开始问说那些人凭什么 我知道说没有才是人类应该要做的事情 嫉妒是不好的情绪 嫉妒是丑陋的 没有人想要当丑恶的人 但我想说就问自己 到底有没有想过那些 好像被神亲吻过的孩子 到底凭什么 有没有想说为什么我不配 有没有一点点想说他那么糟 我比他好 我根本就比他好啊 为什么他们被注意到 而不是我被注意到 除了资源稀缺性的问题之外 艺术作品本身导致的喜好斗争状况也蛮有趣 你想过吗 多少次我们说我们喜欢某个作品 不是只是在说我喜欢这个作品 而是在对对方说 我喜欢这个作品 我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最简单的说 就是一些很喜欢提自己买什么名牌包 除了炫富之外 更重要的是 想要被知道自己是有品味的 讨厌一个作品我们又是怎么说的 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认为糟糕的作品 说的不是这个作品就是很糟糕 说的是这个作品败坏文学 败坏艺术价值 说这个作品会影响阅读品味 会伤害产业环境 我们说那些糟糕的作品 不是说他们很糟糕 我们说他们是邪恶的 我们是怎么说一首诗不够好 我们说的是这首诗败坏文学生态 败坏艺术价值 媚俗 平庸重复 分行散文不是诗 我们说这些诗这样也能够得奖 这样也可以出书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这种诗的思考程度 没有挑战世俗 只会服从现代 是偷懒的 是只想要吸引注意力的 是只在乎流量的 不要以为你们说这些很笨 其实这些都是很聪明的说法 像是韩炳泽也在《美的救赎》中里面说到 艺术作品会带给人冲击感 会颠覆观者 平滑者有完全不同的意象性 他温顺的银河观者 迫使他们点赞 他只想讨人喜欢 不想推翻什么 我其实很喜欢韩炳泽的论述 但我常常还是会想 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因为注意力稀缺 导致我们必须不断的 呼吁大家把注意力 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或是我们太过 想要透过艺术作品 来图现我们自己的价值 创作者把作品 视为自己的一部分 说他是自己的小孩 而作品也成为了创作者一部分的自我认同 我们喜欢一个作品 我们认为那个创作者是好的 如果我们的作品不够好 那就好像是被攻击说 我们是一个不够好的人 我要喜欢一个好的作品 好的艺术 好的价值 高端艺术 纯文学 更好的东西 因为那样才能够证明 我们是有品味的人 我们是更好的人 我们常常不是在讨论作品 我们在讨论个人 讨论我是不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我是不是道德上的好人 如果那个东西我不喜欢 一定是因为那个作品是不好的 我们必须找到那个作品之所以是不好的原因 我们必须下架那个作品 那个作品怎么可以出版 我们不能让其他人看到这些东西 大家应该要来看我喜欢的东西 我们讨厌一个作品 是先讨厌那个作品 才找出那个作品不好的理由 我们要逻辑化自己不喜欢那个作品 而产生的情绪 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之所以有这些情绪是很正当的 哪里有更好的做法 我们不就是只要把对方说成是穷凶恶极的人 败坏文学阅读生态就好了吗 你是坏人 所以我一定就是好人 就像我前面说的 恨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口 最好一点 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我们好像很容易缺乏时间感这一点 缺乏时间感是我最近很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了 你有没有搭车的时候发现过这个状况 明明才上车一下子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怎么就到达终点站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怎么一下子从台北就到高雄了 这段时间都去拿 汪正祥有篇脸书贴文这样说 以前我们想象一个艺术家经历长时间 然后对生命有了一番深刻的体悟 发而创作的时代过去了 我们好像真的没有时间慢慢创作 我们没有时间去体验人生 去把人生经验转化为创作的养分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等 群众也不想等 也没有兴趣等 而这种不等的情况也是在加速群众自身 对文学创作的兴趣 所以轮跳速度很快 大家很容易就腻了 你必须不断提供更新更特殊的东西来保留住大家 当然现在没有时间慢慢创作 但你还是有时间可以慢慢创作 如果你很有钱 如果你可以不断申请补助 每一个奖项都拿到 但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可是时间感的匮乏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也不在这里 我认为恢复是怀旧对艺术的创作的伤害是最可怕的 如果现代人有在期待怀旧那些 可以好几年才出产一本作品的时代 有没有想过那个时代的创作者是怎么样创作的作品 而自己的好几年慢慢产生的一个作品 有到那个程度吗 无名也不是第一本小说就写出单车失窃记 虽然我比较喜欢副演人 但单车写的比较好 黄重凯也不是第一本就是文艺纯球 张艺炫也不是第一本书就是永别书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永别书啦 但爱的不久时也很好看 所以如果没有爱的不久时 就不会有永别书这本作品 有些作品就是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当下必须要产出的 它不是只是为了现在 是为了创作者的现在和未来 缺乏时间感 我认为最危险的是以为自己此刻看见的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东西的全貌 而忽略了整个前置发展的过程 也以为自己必须要在这个时刻就做出那个东西 不想在这里 不想在这个时代 想成为另外的自己 以为自己有能力做好每一件理想的事情 断代看待自己 断代看待每一个接触到的作品 缺乏时间感的病 有时候觉得群体内的人反而会无法分析群体内的现象 因为身处在一个正在进行的时间脉络上 大家反而会失去时间感 你在火车上常常戴一下恍神就到台中了 你感觉只有五分钟 其实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如果你也是因为想说 觉得现代诗怎么会变成这样 以前我们都是怎样写的 以前我们还有羊目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时间感的状况 在2015年 我开始想要出第一本诗集1993 我问了一些出版社 我记性私下询问一些出版社的朋友 或者是有在出版社出书的人 也在PTT找了一些出版相关的账号 私讯询问 总括的结果就是问到说 诗集是票房毒药 不会有毒者买 你当然可以说 是因为我书很烂 没有人想出 但实际上诗集是票房毒药 这个说法在2016年之前是很主流的说法 你随便问出版产业的人都会这样讲 不然不会遇到2017年的时候 大量开始出版诗集 然后之前没有这种状况 网恩师是在2013年10月11日创立的 虽然我那个时候多少有一些时 但我认真开始有意识在创作 是我大概2014年大学 接触到现在诗课程之后 在2015年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网恩师 因为我原本使用社群 就是拿来当笔记软体的概念 常常发一些创作灵感 或者是一些抱怨 诗人账号就是一个乱站岗 现在脸书已经基本上成为 我的代办事项笔记软体 但在2015年 网恩师阅读社群 开始明显的比较多人阅读的时候 网恩师发了一首我的诗叫 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就是最早触发了我脸书专业被看到的机会之一 那我的第一本诗集 在2015年年底 自费出版的形式出版 没有上架书店 然后也没有印多少本 回应到上头 因为我已经询问过很多人 然后都跟我讲说出版应该是不太会买 回应我诗集是票房读药 但我那时候诗集就是马上就卖完 2016年的时候 出版社开始出版了比较畅销的诗集 而这个诗集开始比较流行的诗集 后来被称之为完诗派 或者是套上厌世诗的分类 有些会说这些诗不过是诗的驯化 这些诗不好 破坏了真正诗的阅读读者倾向 破坏了真正诗的美学 破坏了文学 这些作品不好 不只是因为他们本身与传统的审美理解不同 更是因为他们道德上是不好的 他们对社会没有帮助 换句话说 对社会没有注意的东西应该要被烧掉 恢复是怀旧 想要恢复某种时期的荣光 好像在那个时期什么东西都比现在还好 我称之为缺乏时间感的病 好累 我还要讲多久 有很大一个原因我会决定 我现在是要用这个方式书写 就是因为我觉得过去的模式和现在的模式是不能并行的 不是说过去的审美不好 是因为我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 这和我本身是否拥有原本审美的经验 或传统的审美经验是无关的 毕竟我是念文学院出身的 这和我认为有一个东西很好 但我想要用别的方式让他被看见 这件事情比较有关 但是我自己也决定没有欠任何人 当然也没有别人欠我之类的 那要怎么被批评我大概原本也是早就想过的 顺便提一下 这个小故事也告诉大家 即使你够聪明可以预见到所有会发生的痛苦 等到痛苦真正发生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会痛苦 缺乏时间感的病 以为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的全貌 而忽略了整个前置过程的发展 也让自己以为这个不好的东西是凭空出现的 破坏了前面长期创作者的努力 而忽略了整个出版产业的出版资源 越来越稀缺的问题 忽略了出版补助金额 只会越来越多人需要 越来越多人要不到的问题 也忽略了出版补助机制先天的限制 导致文学阅读环境可能萎缩的问题 缺乏时间感的病 以为你看到的症状就是病的全貌 没有一个单一的现象 就是特定病因 不是文学补助大家都不出版 导致文学阅读环境萎缩 而这样的萎缩要让创作者互相敌对 也不是出版资源的缺乏 导致创作者必须更用力抢资源 而导致文人相亲 也不是Ttalk Instagram 或者脸书导致文学作品 无法夺取大家的注意力而灭绝的文学市场 也不是大家变笨了 虽然大家可能真的变笨包括我 是每一个我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现象 都是构成我们几乎无法持续的出版环境 越来越多人在乎的文学环境 让这个环境的我们不断需要彼此斗争 争夺那越来越少的资源 维系产业需要有稳定的数量产品 整个阅读环境变化的速度 快到原本被大众接受的东西 可能下一年大家就不想鸟了 创作者需要找到相对应的方法 试图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 但更重要的是 至少就我自己的观察 在一个出版产业的产值 已经是集体跳楼的状况 各文类至少要有稳定的支持者群众 才能存续 已经不是在谈发展 是在谈至少不能灭绝 你不需要有足够的读者 才能有不要灭绝的条件 那不是我要不要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够好 但读者没有跟上是读者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自己够好 或者是谁跟你说你好了 你做了什么东西 让你觉得自己够好 就算今天没有完 是那些想要恢复 什么现代美学传统的说法 仍旧不会成立 因为早就开始一直都是这样 不是现在才变成这样 早一开始 我决定要出版我第一本诗集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如此了 完事至今 已经快要一年多没有更新了 这一年多的出版状况 甚至不谈诗集 谈整个出版状况 和读者的阅读审美标准 有因为完事的不存在 所以怎么欣欣向荣吗 诗集还是持续有在出版 也并不是只有那些 过去在完事受到大众关注的作品 才有出版 没有创作者被完事 勒令不能继续创作 但也没有创作者 在完事停根了之后 因此更能获得创作 或者是诗谈资源 完事从来没有欠大家什么东西 就像大家也没有欠过文学什么 没有人欠你什么 没有人欠文学什么 我们应该要停止幻想 有一个敌人在那边 只要消失了自己 就会变好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停止 用到他论述说服自己 因为我们喜欢文学 因为我们的生活 曾经文学 在某个时刻拯救过我们 我们必须捍卫文学 到这边都还算健康 不健康的部分是 我们必须捍卫文学 必须捍卫某一个 只能是某一种东西 必须捍卫当初 拯救我的那种文学 只是我喜欢的文学 我们必须要停止这种 不健康的幻想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到在自己的心目里 以为那就是自由 四 新的阅读形态 我想提出一个想法 创作与阅读是共够的 人设是艺术的载体 好 我知道没人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 这是从2020年 出版人工文报之后 我开始严重思考了一件事情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复刻作者以此版本 就已经说过作者 只不过是阅读原件的 其中一个元素 而这跟1980年代 米歇的卡龙和拉图 跟其他访问学者 共同提出的行动者 网络概念也很接近 大致上就是 研究社会科技发展 不应该只考虑 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应该考虑 非人行动者 像是文化制度工具之类的 而Rita Fisky的 The Limit of Critics中 大致上对文学批评的表态 意思是将 艺术文本的各种批评元素 都视为艺术文本意义的 其中一环 不应该是彼此排斥互斥的 而是共同塑造出一个阅读体验 我在想的东西 别人大概都想过 像Rita Fisky在 The Limit of Critics中提到的 从行动角色理论的标准而论 我们逐渐发现 观点并非固着的 文本的荣耀 并非透过大家 谈到口水都干掉的 语境中解救出来 这并不是 一方必须要摧毁另外一方 才能够得到胜利的零和游戏 出版人工拥抱之后 去年我做了第一支影片 自费出版 当时我认为从人工拥抱开始 迈入了我下一个创作阶段 我要更认真面对生活 一直抗拒 把我个人的实际经验 与作品混为一谈 我对个人经验始终沉默 原因是我认为 阅读过程中 过度期待作者 出来跟你解释 或者是透过作者的解释 深化自己的理解 都很危险 我害怕读者太相信我 更害怕读者不相信我 大家看见的潘伯林 其实就是文本化的我 那和我个人不同 而从前我是透过这种 安全距离 让创作的我 和生活的我共存 只不过生活 已经不再那么简单单纯 我的创作思考 也随着我的生活 越来越复杂 我没有办法 再像以前那样 干净划分开来 这当然也不代表 作为个人的我 和文本化的我 就是一致的 这只是代表说 我更愿意去让创作 和我的生活结合 去看看这能把我带到哪里 过去我拒绝露脸 除了因为我真的觉得 自己很丑之外 是因为我不认为 我对文本解读 有任何好处 而且我需要 我的创作者身份 跟我的私人身份 是分开的 如果大家因为我的长相 因为认识了我这个人 而喜欢我 或者讨厌我的文本 那对我的文本 阅读体验 都是一种影响 那一直以来 就像我2017年 在1993针定版后继 所写的那样 我希望自己能够 彻底被忽略 但就在我极力将自己 忽略的过程中 不分享自己创作的心得 不解释自己 为什么做一本书 为什么这样写一本书 不出言捍卫我 所谓文学价值是什么 而这样的拒绝 让我处于一种地狱里头 那种地狱是 你的生活和你的创作 是一刀分开的 你有发现这之间的问题了吗 肯定没有 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 毕竟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到 一些创作者说 自己私下的生活 是私下的生活 创作是创作 但创作不可能回避 涉及创作者个人的生活 彼此交融 而如果我是以我个人生活的经验 作为创作的养分 我的作品必然无法避掉我 尽管那只是一部分的我 而我的常态性拒绝 作者现身的习性 只是强迫我在生活中 把创作排除 你发现这种问题了吗 如果你的创作 是你的生活的养分 你要怎么把它切断 你要怎么恨一只鱼 不恨培养出 它的那整片海 或许我该重视的 不是我作为一个人类 会怎样影响 读者体验我的作品 而是我作为一个人类 我要怎么样尽可能 提供更多元的管道 让大家有机会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体验我的作品 无论是我过去多试图 要控制论述 想要尽可能删除自己 减少整个阅读体验中 我自己的这个环节 我应该是要接受 这些变化的因素 都是存在 创作阅读体验里面的 我很想要说是 现在的媒体环境 导致创作者 必须要去思考 怎样和大众接触 怎样在读者面前被看见 但那样的现象解释 就只是失去 时间感的解读罢了 一直以来 作者其实都很难 被排除在作品以外 只是现在的环境 使得这项排除 变得更困难而已 我觉得大家的阅读习惯 很多时候 根本不是只是读书 阅读体验还包含了 是怎么样和创作者互动 而这个互动加深 或减损了阅读的感受 都是阅读互动的一环 是创作者和读者 共同创造的 我很喜欢的作者夏宇 不太露脸 然后也不太参加诗色 不太参加文胆活动 智慧出版诗集 自己做书 自行其事 那种任性 我多想说 无关我个人阅读 他作品的感受 但确实每一次 他诗集的出版 我拿到手上翻阅的过程 上述提到的 他的那些 不从事任何活动的人设 都影响了 他作品带给我的感受 而这些东西 是没有办法 和没有长期追踪 他作品和言行的 其他人解释的 那让我就说一个 很简单的 我这些年来使用 社群网站的心得好了 我认为品牌 或者你要说人设 是创作艺术的载体 不是减损艺术的东西 我想或许 有些人会认为 人设是个 对艺术有害的东西 像是作品就该是作品 作者的存在 不应该对作品有影响等等 作者不应该 要有任何特质 来当自己的人设 这样会限缩读者阅读作品 感受作品的能力 我要说 我认为人设是艺术的载体 艺术是发生在人设之上 而不是发生在人设之外的 我们首先是人 才拥有人设 我们创作 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但是为什么你要发表 为什么你要出版 为什么你要投文学奖 让大家看见 创作是很私人的活动 人设 现在你决定要怎么样 被看见的时候 就自然产生了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 回避这种东西 除非你就是不发表 你写了 永远放在你的电脑里面 否则人设 永远都会存在 不管你要或者是不要 我们首先是人 才会创作 创作不是先于我们的 创作是一个行动 行动通过不断演练 来获得技术 我们不会因为 都喜欢文学 都喜欢创作 所以感情变好 就像同志 不会因为都是同志 所以就超级 好朋友之类的 受到父权影响的人类 不会彼此因为受害处境 就能团结 不会因为我们是创作者 我们就一定要当朋友 就能够彼此互动 因为我们是人类 我们有不同生活的方式 我们是人类 我们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互动 就像是我们在任何一个 人类活动的场合 会跟任何的人类互动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人设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 我们有不同的性格 我们有不同的作品 我们可能可以是不同的人 我们拥有不同的偏好 也很有可能我们拥有相似的喜好 相似的性格 但我们的创作 还是截然不同 不是说要消除所有批判 创作都一样美好 作品有好有坏 但我们不同 我们没有必要彼此消除 不是只有你存在 我就不能存在 或者是我存在 你就不能存在 反而我想要提供这个想法 就当作是已经 歹系脱棚太久 一个小小的见解 我之所以存在 正是因为你的关系 我无法独立存在 你也没有办法独立存在 我们不应该追求在一个 只有相似样貌 相同文学脉络的环境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 或者是我希望 我们追求的是 不断提出问题 要是文学的重点 不是作品客观的价值 也不是主观的意见 而是个人主观的意见 同时与作品客观价值存在 而文学阅读 重点是在 你内部的两者彼此竞争 要是艺术不是在 作品客观本身 也不是在 个人主观意见 而是两者互动 才能找到艺术本身呢 如果艺术是客观的部分 也是主观的部分 不是两者互相排斥 而是互相加成 才能成为艺术本身呢 要是一直询问这个东西 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答案 或者是认为这个东西 是取决于个人的决断 只是喜好差别 都是搞错问题呢 要是原本文学 先于客观标准 也先于个人决断 我们只是必须透过 客观标准 和个人决断 来参与它的意义建构呢 要是你喜欢一个作品 不是因为那个作品 究竟有多好 而是因为那个作品的脉络 和你相似呢 要是你讨厌那个作品 是因为那个作品的脉络 和你的创作不同呢 如果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 怎样探讨文学 我们应该要 怎么讨论这些 我们该用什么方法 讨论这些 用这是不是文学吗 用这是不是诗吗 还是我们应该要问 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为什么会 不喜欢这个作品 我们应该要 不断对自己提问 去逼近 不是去找解答 是逼近 我们也只能逼近 我们要逼近那个答案 关于文学 关于艺术 那些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他人的 我想我们不需要 互相对抗 我们都是努力创作 喜欢阅读的人 我们都是文学的小孩 5.结论 我要有一个生活 我没有的生活 我20岁的时候 我20岁的时候写了一封 10年后给自己的信 信件里面列出了几点 20岁的我认为 我要达成的事情 和他觉得需要 警告我的东西 那我念给大家听 里面的东西 1.你必须创作 2.你要在乎审美 3.你不难过 你只是无聊 4.你会以为 你想要跟大家交朋友 你不会 5.人际关系是奢侈的 无法长久 6.不要感觉 不要让你对爱的感受 影响你的创作 7.你不需要 和别人建立连结 8.你讨厌人类 9.不要克药 10.你不需要生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听过自我实现预言 如果我们不断 告诉自己一套论述 那套论述很有可能 最终会变成我们的现实 如果你从 我上面提供了10点 想要精神分析我 你或许会推测 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可能有边缘性人格的迹象 把创作当成人生 唯一重要的事情 很有可能 当时正在失恋状态 我现在还大多数时刻 都相信 20岁的我写下了这些事情 如果要现在 已经快30岁的我 用任何方式回应 我会说 它是对的 我也确实这么追求了 我的生活 真的全部变成只是创作 我基本上 献祭了我自己给创作 创作是我最擅长 最有力量 最能够表达我自己 最能够提供给他人 有用资源的行动 创作是我之所以 是我最重要的认同 真要说什么 20岁的我 真的是对的 虽然我没有建立任何生活 没有和太多人 建立什么有意义的人际连结 但是我成为了一个 还在创作 也因为创作 被认识的人了 现在我已经活在 我的青少年时期 唯一一个认为 我有意义 有必须要存活的生活了 那如果我要说什么 20岁的我 完全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 我要让我的生活 被20岁的我掌控吗 还是我想要开始 建立一个20岁的我 没有办法想象 有创作 也有我的生活 从今年初开始 我就不再漏搜自己了 对 我有漏搜自己的恶习 我用漏搜自己 回避我的人生 当你三点 不睡觉的时候 再漏搜自己的名字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不是想要找到 称赞自己的消息 是想要找到那些骂你的 然后我就在脑袋里面 跟对方辩论 努力想要找出论述 证明对方是错的 自己是对的 原先我认为 拥有这么强烈的 自我厌恶和创作过程中 常常受到的批评有关 那些人让我觉得 我自己是错的 但在意外决定 停止漏搜自己的资讯之后 我意识到的是 我还是觉得 我自己是错的 我发现声音 不是从外面来的 那些说你不够文学 不够艺术的声音 并不只是从外面来 前一阵子 在银行要办贷款的时候 因为我要智慧出版新书了 但资金有点短缺 然后被询问职业的时候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明明当时已经脱离了 任何其他身份 创作者是我 唯一剩下的身份 但我还是没有办法说出 我就是作者 我从来都说不出来 感觉就像是我只要说出来 对方就会觉得 我哪里有问题 精确的说 是好像我觉得 我只要说出来 我就必须要和对方辩论 为什么我是真的 就是一个创作者 有三个问题 在这一年内 我不断询问自己 我真的是写文学吗 我真的是创作者吗 我真的在写诗吗 一开始的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 大概的意思是 我很想说我真的是 但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办法这样子认同 我也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认同 为什么过去看到一些人 在讲什么是真的文学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父辈受敌的感受 我的大脑 可能是这样告诉我的 因为我以前 长期受到这些批判 而很多人觉得 你不是真正的创作者 所以现在我要替你 逻辑化他们的批判 是没有道理的原因 帮你解决这个困境 于是大脑就开始 做他最擅长的事情 逻辑化情绪 所以你就想出了 一大堆论述去辩论说 为什么分享小文不是诗 不是一个有道理的说法 去辩论文学场域的建构问题 去辩论文学独断的问题 有一阵子了 但在之前一场 校园文学奖评审的时候 有同学询问 大致的内容是 如果自己写的诗 被同学觉得说 像是在写歌词 那应该要怎么办 我当时的回应是 从文体的角度出发 就会知道对方说的话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而自己可能就会比较能够 接受这种说法 因为这种说法本身逻辑不通 我到现在还是相信 必须要很用力去检视任何批评 去分析大家论述的逻辑漏洞 我们是这样来学习成长的 但我在想 逻辑成长可能不是 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 因为即使逻辑化那些批评 我还是没有因为 我在逻辑上站得住脚 而感觉良好 觉得对 我就是创作者 林北就是写诗 我当然可以说 我认为一开始我创作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些文学作品 但认为那些作品对现代来说是不够的 我想要留下那些好的部分 我想要进化 我想要变成另外一种生物 但因为创作过程的责难 让我忘记了 原先我就是想要制造一些 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拥有了一些不好的感受 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就是在做一些 不同于原本文学的产物 但这样说有什么意义 这样说帮助到我什么 文学运术本来就不完全是逻辑化的 也不完全是在说道理 为什么理解感受创作这件事情 必须要强调逻辑 强调道理呢 如果批评都是对的 同时也不对呢 你确实写的不是原本的那个样态 但那只是创作的其中一个元素 那不是创作的全部 曾经和一个认识的人提到 会不会文学的这些争端 都是因为分类和词意的问题混淆 诗人认为你写的不是诗 你写的东西 你自己知道是一个新的文体 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你用了最接近的这个分类来当成是你的全部 但这个分类对你来说其实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能制造更多分类呢 如果有新的分类能够公平的安放你 这样会不会就问题解决了 我不知道 我不太相信拥有更多分类 是我们解决文学领域彼此伤害最好或可行的方式 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往有更新的文体正在诞生 正在发展这个方向思考 或许过几年之后我们会更知道我们正在面对什么样状况 究竟是怎么样也说不定 制作我喜欢我自己这本诗集的过程非常痛苦 如果你觉得以前的诗集就够痛苦了 这本诗集希望你知道我以前总是保留 但这本诗集也比从前都还要温柔 我在想 从我讨厌我自己开始的自厌情绪 确实也是某种单恋自恋 将自己牢牢锁在悲伤的泡泡里面 看着悲伤倒影自怜 而关于极端自恋也是自恋的这种情绪 我在第一支影片已经讲过了 要说我的悲伤都是自找的 不能完全否认这种说法 但喜欢是多么复杂的情绪 有多少时刻我们活在因为喜欢一个东西 而必须要去贬低另外一个东西的情况下 我们习惯说有些作品是比较纯文学的 那不只是一种分类 而是包含了一种评价 一种认同 暗示某些作品是比较好的 比较优秀的 比较值得被关注的 比较称得上是艺术的 比较是多么有用途的习性 人与人的不同不能只是差异而已 必须要是位置的高低 我比你好 我比他笨 我比他获得更多资源 他凭什么比我得到更多大众的关注 我必须要喜欢更好的东西 必须要展现我有比别人更好的品味 如果我读那些更有品味的人推荐的作品 我就是一个更好的人 我想大多数 当然也可能只有我啦 多数都会因为这个东西能不能代表我 来决定我应不应该接受这个东西 无论作品人 而一定也有因为努力过后 结果不尽人意 就觉得自己缺乏价值的东西 比较是多么让人沉溺的事情 悲伤要说是自找的 好像也不能完全否定 多希望我可以写一本诗集 让我断绝这种情绪 拯救我贫乏的灵魂 让我脱离这种自厌又自恋的地狱 不再痛恨任何得到关注的创作者 也不讨厌那些总是质疑 不够文学 不够艺术的人 我喜欢我自己是这样的一本诗集吗 我不知道 但或许这本诗集可以作为一个开端 开端是 或许我们可以开始知道 真正知道 有些伤害不是你的错 但你也不是全部无辜的 有些痛苦不是你应得的 但维持痛苦所需要的能量 是你自己提供的 我们必须抵抗因为比较而诞生的痛苦 不代表消除以他人的差异 而是接受差异 认清这世界 有些东西你就是得不到 已经发生的伤害不会消失 灾难已经降临 我们都是被幸福一气的人民 或许我们可以从接受差异中发现 自己不需要因为没有达到某个结果 而憎恨自己 不需要因为喜欢一些 可能会被认为很瞎的东西 就觉得自己是个很瞎的人 我们不需要攻击他人的喜好 只因为过去的时候 我们认为那些东西不好 代表了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他们喜好的全部 或许这可以让我们更少讨厌自己 接受自己很糟糕和很好的一面 不再把所有东西当成非此即彼 要知道喜欢不是全部 要知道不被喜欢也不是全部 这我已经讲过了 在第一支影片 要知道喜欢不喜欢都有其价值 你可以看不好的一面 或者看好的一面 但我要说的不是大家只看美好的那一面 也有一个选项 我觉得我们可能常常忘记 因为我们都很无聊 我们都活在异性恋框架底下 我们很容易用辨证式的方式 看这个世界 如果这个不好 就代表说一定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好的 如果这个作品好 相对于这个作品的另外一个作品 一定就是不好的 如果那个人得到了比我更多的关注 就代表一定是我比较不值得的 但真的是这样嘛 也有一个选项 我可以每一面都看 然后我还是选择 比较美好的那一面 我当然要选择比较美好的那一面 不然你想要选择什么 我们都是文学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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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我多么想放弃我的生活 我好累 我好累 我天哪 怎么会这么累 已经 现在已经半夜12点40几分了 然后我觉得我的邻居们都会发现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在那边半夜讲这个有的没的东西 好 那 那好 我快讲完 我觉得宁好 我也想做了 我让你 crear